Hello 大家好 我是CORNA 我們現在就馬上看看今個星期新貨推介入了什麼新貨 這次這部1比18Moglish 在岩石地形甚至1米高的石頭上行駛時 車輪都有巨大的垂直運動空間 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反車的可能 除此之外 很多細節位都有超像真的設計 首先引擎蓋可以開合 方便金門電池 亦可以放置電路板 貨箱的三邊門都可以打開 原本真車的地板和三邊貨櫃門都是木製的 而今次ROCHobby就用了雕刻來模仿實木的感覺 除此之外 車廂裏面都有很多細節位 例如包庇座椅 軚盤 移錶板 全部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Tamiya 今次回到三部新車 首先有非常容易上手的M03L底盤 全新XB BMW Mini Cooper 今次底盤前中部分都安裝了馬達和電池 這樣就可以將更多重量放在前輪驅動上 其次還有XB Alfa Romeo Mito 它是在08年首次面世 它是以設計Milan和製造Torino來命名的 所以就叫Mito Mito擁有時尚外形和Sporty的駕駛性能 一直都可以吸引了很多世界各地的車迷 今次Tamiya還原了她的真車 做了這部前輪驅動M05底盤的RT-R 第三部就是這部 它就是XB Volkswagen Seraco GT 車身用了黑色漆 再加上R標誌拉花 再加上TT01D Type E飄移車底盤 整件事真的非常緊張 接著來到最後就是這一部 它就是HPI Racing 今期就回到這部Savage XL大輪車 覺得之前L尺寸不夠大 這部XL尺寸記得千萬不要錯過 今集的新貨推介又來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次Tamiya 改成都行 一個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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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都在幫加油 erd擁護 我們下星期下 onden吧 明天